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梗的透口秀的吗 你说极端一点 你说不定就有人喜欢那种特别尴尬的透口秀演员 对吧 人家就那种练尬屁不行吗 而且过去这一年半载 真的很多亲戚朋友 包括透口秀的观众都在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干嘛 还在做透口秀吗 你看原来每个行业都这样的 就只有走在最前面的人才会被看见的 之前不是有个热搜吗 大家看了吗 就是聊了很多透口秀演员那个现状 说谁在拍电影 谁在录综艺 我一边看一边想 那个子浩的现状呢 没有人关心吗 他近几天在他表格了婚礼组织上 大放异彩 大摇大摆 就没有人大肆报道一下吗 我说 说真的像我这种基层透秀演员 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知道吗 就是在给什么婚礼主持啊 给领导加点梗啊 我们就在接各种的灵活 这就是我们的灵活就业 大家明白吧 而且有活就不错的了 我们平常的工作就在幕后 就当编剧 给别人写段子啊 贩卖我们的幽默 大家明白吗 但是幽默真的很主观 所以我们经常会受到一种委屈 就是每次我把我精美的段子 交上去啊 那个客户回复就一句话 我不知道好笑的点在哪里 回去改改吧 然后我回去啊 看到那些标注的啊 需要删改的部分 我说你这不是知道在哪里吗 精准地删掉我所有好笑的点啊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做了这个东西啊 就是买卖 买卖哪有什么叫爸爸当孙子的 搞得这么卑微的吗 我从小的观念呢 就是你想要花钱从我这里得到东西 你起码喊我一声老板吧 你们大家有见过那种广东菜市场 那种老板吗 他们就是个典范 你们知道吗 他们那个样子就天天在那儿叼个牙线 你知道吧 碰得不行 你知道吗 我以后卖段子我就得学他们那个样子 就人家问老板段子怎么卖 我就说亮仔 你想怎么买啊 我这里五百一条 买三送一 送什么 送鞋印梗了 送什么 什么 你问我的段子新不新鲜 你自己留眼看的吗 又是纳阴又是汪峰的 你说新不新鲜啊 你怕我这些东西违规不合法 求亮仔 你懂透口线吗 你问这个你就外行了 这么跟你说吧 我在这里做了七年了 你看看这个市场 很多弹口都不做了 我还在这里 你问问这个市场其他人 谁不知道 我浩哥的段子 就算不够幽默报效 但也绝对安全可靠 亮仔这样啊 我看你是成性要了啊 最低四百五一条 拿走啊 拿走 放心 我这批段子超炸了啊 因为都是从忽兰那里偷的啊 赚大了你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